走到我車子後面 然後小朋友還在看 他就在做這個解放的動作 電動車主如此愤怒指控 因為有男子在停車場解放 過分的是 他還瞄準這輛電動車的車門 毫不猶豫便逆 超噁心畫面 讓車主氣炸了 這麼惡意的 周邊不到50公尺 這邊就有公車 他不去上 所以他就是故意的 就是走過來我車子後面 一種習慣的樣子 對他孩子 真的是一個很糟很糟的榜樣 23號端午連駕第二天 把愛車停在嘉義中正公園附近 車門卻遭人隨意便逆 由於電動車哨兵模式 靠近一公尺 就會啟動自動錄影系統 拍下整個過程 車主氣的PO網公開二行 也到警局備案 不排除提告 甚至還得花錢洗車修車 表面上如果有烤漆的話 一般不會傷到 我們裡面的板金零件 對漆面幾乎是沒有影響 因為有精油層的保護 在看起來都是鋁圈被狗殺尿 造成鋁圈的氧化比較多 氣收業者解釋 狗狗便逆會導致鋁圈或車體 零件壽食嚴重 還會影響刹車系統 雖然人類小便不會損害車體 但傷害性不高 侮辱性極強 車主還得浪費時間金錢 男子隨地便逆碰到哨兵模式 已經違反廢親法可以開罰 三立新聞連貫置五會山告訴我們